老将军可知天水江伯约 赵 26岁的小江江伟 占平70多岁的赵云 无依旧得到了所有人的肯定 可见赵云的战力多么权威 而江伟占平的 却只不过是常态下的年迈赵云 假如当时他喊的是一句老皮肤 恐怕是要遇见云大怒了 在三国演义中 有几种人是最惹不起的 分别是虎牢关前的吕博 晚成的典位 白马坡的关羽 当阳桥的张飞 还有发怒的赵云 虽然在吕卜去世之后 天下第一的头衔归关羽 但其实五虎上将之间的差距很小 尤其是在云大怒的情况下 恐怕关羽也不是赵云的对手 援助理赵云发怒的次数并不少 而且每次大怒都要搞事情 第一次是在伯望坡诸葛首战 夏侯敦向曹操立下军令状 要生吃星野刘备 诸葛亮安排赵云打头阵 夏侯敦一见面就开盘 如等随刘备 如孤魂随归尔 云大怒纵马来战 不述河 云诈败而走 其实赵云的任务就是诈败 要把敦子的十万大军引到埋伏圈 不然恐怕敦子当场就嘎了 结果四面火起 关羽张飞从左右杀出 十万大军团灭 夏侯敦回去就被曹操升了关 军令状形同废止 云大怒第二次 是刘备遭遇张河高揽追杀 赵云突然杀到敌军后方 枪起初 高揽翻身落马 当场就领了河返 张河在旁边吓得转身就跑 严良文丑高揽张河 本来四个人在河北玩得好好的 还享有河北四庭柱的威名 算是袁绍手底下最强的几个战将 谁知严良文丑在白马破扛不过关羽一刀 现在高揽又被赵云一枪打了 直接给他打出心里一面 所以之后张河但凡遇见乌虎 基本都是掉头就跑 第三次就是著名的长板破之战 云大怒就一直没收住 杀回敌营丹祺救主 其实影视剧里的七进七出 我们只看到赵云在乱军里冲杀 似乎打的都是小兵 其实叫得上名号的战将有五十几个 他们遇上赵云飞死击伤 救弥足时 云大鹤一声 挺枪纵马 春雨倒被一枪刺于马下 曹操的被剑将军夏侯恩 跟赵云打不上一回合被刺下马 爆出了绝世神兵青钢剑 雁鸣不到三河被刺口 马炎 张义 焦处 张南四将围攻 云乃拔青钢剑乱砍 手起处 一甲平光 血如永泉 张和也在长板坡再次遇赵云 碰巧赵云掉进了土坑 本以为简陋 谁知道赵云连人带马跳出土坑 张和人都傻了 赵云第四次大怒 施工贵阳的时候 赵云好言相劝让陈英投降 结果陈英把他一顿骂 云大怒 挺枪骤马 四五个回合就把陈英升起 在新三国中 赵云见陈英是条汉子 于是放他一条生路 之后贵阳太守赵范把赵云请入城 把赵云一顿垮 还要跟他结伴 赵云父母早丧 又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很羡慕刘关张那种情谊 于是跟赵范结伴 两人以罪方休 结果赵云醒来 发现身边有个陌生女人 原来是赵范的嫂嫂 详使美人寄劝赵云投降曹操 赵云文言大怒 把赵范一拳打倒 众人围攻上岸 赵云夺回青钢剑杀出重围 赵范想要连夜跑路 但一回头赵云已经杀到门口 自此贵阳城拿下 赵云第五次大怒是在甘露寺 吴国泰看女婿的时候 孙权安排了部将刺杀刘备 我这双耳朵 能听到百米之外的一剑之意 还变不出来 十步之外有人拔面吗 赵云早早就发现有埋伏 于是一剑劈开屏风 我见一群人持剑代甲 躲在后面 孙权当场被吓尿 这才知道此人就是常山赵子龙 吴国泰健壮 当即把孙权骂了一顿 你爹你哥都是光明磊落的英雄 怎么你能做出这么瞎做的事来 这吴国泰虽不是孙权的亲妈 但孙权对她是有胜亲娘 一句话也不敢回对 也正是有赵云跟吴国泰病 刘备在江东的日子 才过得那么舒服 接着奏院 接着我 第六次云大怒是在汉中之战 黄中刀斩下侯渊之后 曹操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报仇 派张和在米苍山屯粮 诸葛亮问谁愿去烧粮草时 黄中主动请应 赵云见老头刚立下大功 于是首阳也自见前往 见他们谁都不肯退让 于是诸葛亮让二人捅去 但他们一出迎战又吵起来 论谁做先方 最后赵云提议抓救 结果黄中胜 于是愿赌服输让黄中先行 之后黄中被曹军埋伏 赵云得知后 只带几百名士兵前去营救 原著里写道 营头一将拦路 乃文聘部将目龙烈野 拍马五刀来迎赵云 被云首起一枪刺死 云鹤问曰 蜀兵何在 敌将回答 已杀尽 云大怒 骤马一枪 又刺死了娇饼 直至北山之下 见张和 虚晃两人围住黄中 军师被困多时 黄老将军 赵云来助理 云大鹤一声 挺枪骤马 杀入重围 左冲右托 如入无人之境 那枪浑身上下 若五离花 遍体纷纷 如飘锐雪 张和 虚晃心惊胆战 不敢赢敌 这俩从长板坡就被赵云打出阴影 连曹操也感叹 昔日当阳长板坡英雄上台 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 赵云还是猛的一批 救回黄中后 曹兵追到蜀军迎战 将士们想要避战防守 但赵云却让他们把战门敞开 我当年在当阳长板坡时 单枪骑马 是曹兵八十三万大军 如同草剑 今有军有将 有何俱在 曹操轻道 见赵云单枪骑马立于债前 于是不敢冒进 据而实之 实而须之 用兵之乏意 赵云已空赢是我 阴内必有埋伏 如此小技 岂能瞒我 只听赵云一声令下 四面弓弩手出击 曹操仓皇而逃 最后一次见识云大梦 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起见 袁锡良大将 韩德带四个儿子来战 袁助理这样写 得力声大骂约 反国之贼 安敢放无境界 赵云大梦 挺枪纵马 但诺韩德交战 长子韩英 越马来营 战不三合 被赵云一枪刺死于马下 刺子韩摇剑之 纵马挥刀来战 赵云失诚旧日虎威 抖擞精神迎战 摇底底不渡 三子韩琼 集挺方天挤重马前来加攻 云全然不拒 枪法不乱 刺子韩起 剑二兄战云不下 也纵马轮两口日月道而来 围住赵云 云在中央独占三将 少时 韩起重枪落马 韩阵中天将急出就去 云拖枪变走 韩琼暗紧 汲取弓箭射之 延放三箭 皆被云用枪剥落 没过几个回合 韩德四个儿子全被赵云打了 自己相跑 云大怒 追上去又是一枪 给他全家销火 五口团团圆圆 后人有诗赞约 一袭长山赵子龙 年灯七十件骑弓 独株四将来冲枕 由四当阳救主凶 赵云在三国演义里的描述 大多都是不数何刺对方于马下 如如无人之境等神仙词毁 顶级站立无庸置疑 也就是将为懂礼貌 说的是一句老将军 若喊一声老匹夫 恐怕后面就没他什么事了 来好期间 说明 occasions 是 的 Zither Harp